大家好!學表演最重要的是什麼? 學表演最重要的是學會用眼神!眼神!眼神! 不分話!直接上干貨! 做... NICE! 剛才這段視頻是仙寧在跟我學習表演期間的一個訓練 他沒有借助一句台詞就表達了見到分別已久男友的開心 聽到男友提分手的意外 知道分手原因的難過和最後的釋懷 不管你是正在學習表演專業的一考生 是想做演員的素人還是初出茅廬的演員 聽好了!學會用眼神去演戲 就等於成功了一半 想想看 如果你在不介入任何台詞和肢體的情況下 就已經表達了自己那些想要表達的內容 再配合上台詞和肢體 觀眾怎麼可能看不懂呢?